前段时间 本台连续播出纪录片《远在伦敦的家》后 穆老族其女子西方政要身边的翻译陈倩平立志的故事 在穆老山乡引起很大反响 日前 本台记者有幸在罗城见到了陈倩平的父亲陈爱兴和母亲朱光轩 他们介绍了家庭教育和陈倩平立志成才的相关情况 在谈到如何教育儿女成才时 陈倩平的父亲陈爱兴说 教育小孩成才就需要教育小孩怎样做人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做一个会感恩的人 因为做人比成才更重要 前一年许母 第二年许人 成人比成才更重要 这个德有比自由更重要 家庭教育这个时候要总是非治理因素方面的造型培养 要教育往在 这个 曾经事长 立毛达引 称是虚心 团结无足 均衡争 最好又是用于实战平德 他将帝离后的成长 实际比较有理的 在高中的时候 陈倩平 他给班上也有点端胄 根治困难 但是我们给她的钱也不多 我们两个财务还蛮工作的 给她的钱也不多 她把剩下来的钱 悄悄地 驾到那些困难 然后你虚本的 你们给她消灯 这有种走运回路的精神 在采访中 陈爱新和朱光轩两位老人谈笑风生 回忆了许多有关陈倩平 从小学到初中 高中 大学期间的求学故事 两位老人对陈倩平的 励志成才进行了总结 在接受采访时 陈爱新和朱光轩两位老人表示 虽然陈倩平在异国他乡发展创业 但是他一直牵挂着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 要为木朗山乡贡献自己的力量 进一步提升罗城的知名度 这个陈倩平呢 他现在算是在外传练成功了 但是他时刻不往我们家乡 老家老城 我们可以吃 每次他都吃 阿爸妈 你们可以跟老城那边 有关部门吃 他们有什么 关于木朗族的文化 习俗 和这方面的书籍 我可以免费 帮他们翻译出来 然后木朗的家乡的这种风险 出现到世界国际客 找出我们人有的贡献